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段荣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阿尔法维奇自战50局 这一盘是第28局 好 下面我们来看棋谱 黑起新小木 白起二连心 二尖跳手脚 点三三 这个二尖跳手脚和点三三都是 怎么说呢 就是具有阿尔法特征的下法 这其实小飞小飞手脚的话呢 阿尔法是要尖冲的 甚至单关手脚的话 它是这样靠上去 二尖跳手脚 二尖跳手脚呢 它可以说更注重外边的发展 就脚里边的话呢 是比较空虚的 白起有这一类的手段 可以把黑起的实地掏掉 点三三 挡 还是飞 搬 下成这样呢 在阿尔法的起铺里面很常见 现在如果黑的长的话呢 脚上落后手的话 边上的好点被白起先斩 这个外势被分头之后呢 它就是它的威力容易被限制住 那么黑起这盘是连片 抢占大厂连片 这当然是眼见的好点了 那么白起小飞 限制黑起这个继续扩张 如果黑起在这一带挂过来 这个正式就越来越广阔 小飞 那黑起也是反点一个三三 挡 因为现在有这边棋子的关系 上边价值不大 如果挡这边现在方向是有问题的 白起挡这边 爬 在这个角上呢 白起选择了很很实在的下方 还要实地 搬完之后连搬下去 去实地 那么黑起当然 吃掉一颗子 白的吃掉脚上梁子 这也是点三三之后一个很常用的 很常用的一个可以说定式 我们一般说黑起点三三之后 白起如果取势的话 搬完就长 如果要取地就搬下去 搬下去黑起如果再活脚就太委屈了 所以黑起必然也是吃掉 吃掉外面这个子 白起呢就能夺得脚上的湿地 也是各有所护 接下来黑起 取得先手之后呢 黑起肩冲 肩冲 继续扩张右边 白的如果爬的话 黑起大致是跳 扩张这一代 白起选择的呢是 二路飞 二路飞 而黑起呢挂脚 这个 肩冲一下 白起二路飞 黑起 也许可以把它看成先手便宜了 至少在挂脚的时候 白起如果这样顶了加工的话呢 看起来黑起能尖冲到一下 总是对这两个子是很有利的 如果这样的情况黑起来尖冲的话 白起肯定是要 要贴 不会飞在这里 打吃 然后立下 这也是黑起脱线之后 白起一个最常用的 这 局部的下法 黑的如果跟着挡 那么白起当然就先手便宜了 达到立到白起脚上的起行很完整 再也不用担心黑起其他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二路搬或者连搬下去的种种下法 那么黑起脱线的话呢 这地方毕竟漏风 将来简单往里一跳 这就不是黑起的空 黑起实战的脱线 先飞着压迫白起 同时要扩张这块 白起打入 加工 如果这样跳出来呢 很明显 这个下法 白起太被动 这一块枯起逃出来 不知道逃到什么地方才是头 这 比较无趣 白起实战选择的是冲 一起挡住 既然冲了 那么必然要断 那黑的当然也只能长 这时候 如果走上边呢 实地损失太大 如果就这样压过来的话 这个下边实地损失太大 中斧 这个草肚皮 很难说能为多少空 所以黑的也是不肯 长 白起挺 这是必然的 如果这样贴的话是俗手 贴完之后 还得往中间走 那么 黑起这边的旗形 已经很完整 而长在这的话 这边瞄着要飞过来 这跳了的话 黑起这 还有一定的弱点 所以单长是要点 黑起跳在这 也是希望能给白起 施加最大的压力 这个冲断是不怕的 如果冲断的话 黑起就简单跳 这边黑起没问题 这个子呢也针不掉 把黑起脚上拖一下 留下一些借用 黑起当然要扳 之后白的再跳 黑起爬 白的呢贴 贴在这 瞄着黑起两边的弱点 这边很明显 白起是要扳下来 有了这个贴之后 它就可以扳下来 如果直接扳呢 黑起要往这里冲 都是白起的一个问题 黑起一扳一冲 白起就挡不住 贴在这 那么这要扳 这边呢要加 这一加黑起也很难受 压的话白起顶住 这个 黑起局部虽然能逃 但是呢很委屈 白起加到这 比方说黑起这样加出来 淘 那么白的彻底就下厚 黑起实战呢飞 防了白起这一加 同时也瞄着 这地方有手段 黑起有靠下来的手段 靠段有这样的手段 如果 如果白起冲一下 也不解决问题 黑起依然有冲断 这个手段 黑的飞 那么黑起补了这边 这边当然白起要动手 扳下来 黑的只能二路扳 白起这时候加一下 这一打非常厉害 这一打吃 再打吃 再接上 黑起这旗行就 损失惨重 所以黑起呢不让 接住 先手加到一下呢 是防止黑起度过 把白起再长 把黑起这几个字给断开 看上去呢黑起很麻烦 这爬白起沾上 这爬不过 爬是渡不过的 但是呢 白起也有弱点 黑起这个飞的时候 就 瞄好了这一靠 靠 白的冲 冲这个呢没用 如果冲这个被黑起沾上 冲刚好扳住 黑起 这白起脚上损失太大 所以呢冲 冲完了之后立 这不能吃这个 吃被黑起打 再一冲 白的要被吃 接不归了 打吃先手扑 完了再跑 我们可以看到 打吃 扑先手 等于打吃这个是先手 这一跑的时候 白起是蒸不掉的 自己没有气 所以不能蒸吃 只能立下 那么黑得一爬 脚上有旗 白起 白起尝试必然的 尝完之后呢 斑毡是收器的要点 斑接是收器的要点 那么黑起挡 当然也是要点 挡这个是要点 双方呢 双方呢 形成对杀 白起拐一个延器 拐一个延器 直接对杀呢 白的是不够的 比如说 比如说这样 那么黑的 挡下来 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 收器的话 接住的话 把黑起扳 白起两边不入器 所以呢 白起 拐一个延器 黑的 黑的也爬一个延 延长自己的延器 延长自己的气 这个时候呢 白起下的是 接一个 接一个 现在黑 多了这个拐的话 如果想要杀脚上 白起 点了之后 再斑 这个 白的气是够了 如果 如果跟这边杀的话 明显是 三起对四起 白起快一起 黑起跟脚上杀呢 白起也是快一起 白起快一起 把黑起脚上吃掉 那么很明显 点这个再斑 可以吃掉脚上 但是白起并没有这样下 那么就说明他判断 吃掉脚上 黑起外边收一收气 先把这块收后 黑起当然可以保留 将来这些都是先手 可以把这块收后 之后再 把这个冲了 白起这还是估棋 白起判断这样呢 他应该是觉得不如实战 所以白起并没有 吃黑起的脚 而是粘 粘在这 粘在这呢 黑起这三子 应该是不能再要 比方说 黑起如果挡 如果要挡 白起当然现在不能粘 粘的话 黑起四起 白起三起 黑起快一起 不过那白起可以点 黑起如果粘 白起这点一下 已经延弃了 再接这个 这样黑起就杀不过 嗯 那么 那么 当白起粘这个的时候 黑起是冲 白起吃掉 吃掉黑起三子 那顺便说一下 刚才说明一下 白起如果不接这个 直接接这个的话呢 黑起 黑起就简单 简单说气 这样白起是气不够的 接黑的冲 白起呢 把三子 切斤吃掉 很有收获 之后呢 黑的收气 局部脚上 黑起 气最长的下方呢 是走这个 这样黑起 气很长 断的话 黑的一粒就活了 斑的话呢 黑起 接在这 但是如果黑起在脚上走的话 外边被白起 脱白的就活了 所以黑的 不能只顾着自己 延气 黑的收白起一气 收了一气之后 白起不管是 斑也好 点也好 反正 这两个都是杀气的要点 但是现在这样下的话呢 这边白起慢一气 死了 所以白起呢 是 断这个 断 黑的当然 吃 那么白起再打吃一下 这时候黑的只能提 如果接的话 被白的打吃 粘 然后再粘 黑起慢一气 所以黑的只能提 提到这儿呢 白起脱线 局部要走的话呢 局部要是走的话 对杀的话 白的收气 再粘 这样黑的只能团上 局部是一个打击 可以形成打击 但是现在呢 白起脱线 脱线了之后 黑起也不好走 黑的如果收气 那白起扑进来 这局部等于还是打击 还是有一个击 但是呢 白起已经脱了一手线了 脱了线之后 还是一个击 那么黑的如果团这个也吃不干净白起 团白的如果搬黑起收气 倒是把白的吃掉 但是呢 白的这里有脱的问题 脱完就一锁击 黑的如果打的话 这地方还是有个结 黑起如果补 那么白起作业 里面是双活 所以补了一手 白的还没死 黑起补一手也吃不干净白起 所以这地方呢 价值不是特别大 不是特别着急的地方 白的可以脱线 脱线打入这个 那么也就说 白起刚才没有 在这个沾的时候 没有点纱黑角 看起来也有它的道理 既然白起 这里死 不会被吃干净 那么吃这三个子齐筋 价值还是蛮大的 毕竟如果被黑起连回去 这块白起是固齐了 在这边动手的时候 也有所顾忌 而现在呢 白的彻底厚了 反正脚上也没死干净 随时可以铺结 白起呢打入 黑的当然不能让白起 度过 所以跳下 白起喜欢选择弃这个子 弃了这个子 打入上边 虽然说上边黑起 是漏风空 是漏风的空 这里有跳进来 没多少空 但是呢 毕竟打入这边 可以起到 就是威胁黑起 这五颗子的作用 如果你是单纯的 逃这个的话 单关逃跑 意义并不大 对黑起没有任何的压力 就纯粹的 跑了十几亩棋而已 如果飞的话呢 等于也是 帮黑起越走越厚 黑的这一代 毕竟是 有一定的潜力 而白起还是需要 单关逃窜 所以白起选择 弃掉这颗子 这样的话 对这五个黑子 有压力 当头一震 这个是要点 进攻了白起 同时加强了 那边的棋子 白的出头 一起飞 把这个子吃住 白的那靠 下得很紧凑 出头的同时 这里留个断点 给黑起留个断点 刺一下 面上 跳 黑起 加强 加强 加强这块 同时呢 当然也对白起 这块有压力 白的很冷静 拼一手 看黑起怎么补 这地方不补 被出来的话呢 黑的有麻烦 联络不通畅 黑起补一手 那么上边白起 彻底就 不让黑起 有任何借用 飞点一下 一起 补上 之后断 这得退 这断一下 吃掉 接下来呢 白起 点刺 点刺一下 试探黑起的硬手 问问黑起怎么走 黑的如果沾上呢 这个沾上的话 应该说白起 已经先手便宜了 刺一下 将来这一串 如果被黑起 吃掉的话 那很明显 这个刺到 总是好的 将来这里 死了就再也刺不到 而黑起呢 不肯沾 双顶在这里 然后白起 这 总是要 怎么说呢 总是 本身这里 这一代 白起有潜力 这部起本身很大 它 瞄着要脱过 脱过 如果你在这补 白起 再来开截 这样的话呢 打完截之后 不管是黑起打赢 或者白起打赢 黑起如果提了 提打赢这个截 那么白起这个 跟黑起这个交换 白起明显也是 便宜很大 如果白起打赢的话 也帮 把黑起给走中 这两个子的价值 显然是白起打 所以 逼黑起在这走起 白起再开截 不管这截 打树打云 这总好 所以 黑的也不肯 不肯随便在这走起 长 这也是很大的一手 或者白起长出来 长 先把这部大起走掉 看白的在这怎么动 如果白起现在拖 那么黑的这样开截 打赤在这里 这白起负担 也是非常重的 这截不敢轻易开 如果这截打树 被提到这 损失相当大 好 所以黑起拖先 长了这个 白起能跳 继续在这纠缠 本身这两步骑就很大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白起潜力非常大 都成空的话 那不得了 同时呢 这瞄着断 瞄着要断黑起 如果黑的 如果 就是要想让黑起接回去 黑的接回去之后呢 白起就 明显先手便宜了 至于是要 马上开截 还是要怎么样 又再说 黑的呢 当然不肯 单关连回 往外跳 白起飞 这三步的意图 都是要 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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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始终有一个拖的问题 这个 所以黑起 煎 煎在这 白的挡住 煎一下白起 挡住 完全是可以吃掉 白起 但是这 这地方有断的味道 这白起 有一段 黑起还得在里边 再补 如果不补的话 不补又有麻烦了 白起这一挤 吃的话这一打吃 上面要关门吃了 黑起得再补 白起还补了之后 白起还剩下三口气 在外边还有种种的借用 所以这吃的也很不舒服 被白起借用一通 把这块围上的话呢 黑起也是 是不妙 感觉 所以黑的也没有马上补这个 因为毕竟白起铺进来 要吃掉黑起 也需要一二三三手起 白起要打印这个借也不容易 所以黑的也没有马上补 而是 掉在这 要破白起这块 同时瞄着这边 这靠断之类的毛病 靠完顶 要断白起 白起挤 先守防这个黑起 靠完顶段的手段 黑起 收一口气 出头 黑起呢 跳在这 攻这块 进攻这块起 如果白起 比如说往这逃跑 从这条线逃跑 那么黑的 大致这样飞过来 破白起左边 白的呢 不肯 跳 要围左边 这是 这显然是很大的一步 那么黑的也看 白起不硬 先断白起后路 飞在这 断白起的后路 下一步再走 白起这块就死 虽然把左边都围住 但是这块死了 那损失还是非常大的 白起顶一下 顶了之后呢 这还是有一家 这一家 黑的如果长 那白起就兜连上 黑起冲的话 白的这一吃有眼 基本也活掉 那么黑的如果跟着走呢 白起这个交换一下 把黑起的路断了 这一带就有一些 有一些借用吧 对于活这块 肯定是有好处的 再靠出来 把黑的刺一下 这个当然要接住 那么之后呢 黑起掉在这 掉在这的意图呢 如果白起要围住左边 那黑的肯定是要动手 杀这块白起 这白起应该没什么活路的样子 如果白起逃这边呢 黑起可以跳进去 破左边的空 这时候如果黑起不掉 直接动手 其实 直接动手杀白起 也不知道白起会 怎么样 会怎么样下 感觉上白起也还是有风险 比方说 要想出逃的话 路只有这一条 当然白起有这个拐线手 刺线手 这一类的 种种的线手的话呢 比方说刺一下 因为这个尝试线手 要冲断黑起 所以刺的话 黑起大致要粘这个 打出去 再冲 黑的如果要全杀 那可能有点问题 黑起自身 比如说飞在这 黑起自身 可能有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如果这吊到一下的话 肯定是会有很大好处的 那么如果要挤在这里 白起接黑起断杀一半 是这样的话呢 是黑起 我们猜测啊 黑起觉得这样呢 吃的小了 心有不甘 白起这块太大了 所以黑起直接动手 直接动手要全杀 还是觉得没有把握 要截留这一半的话 又觉得不够大 所以呢 黑起在这吊一下 你要敢硬 我就全杀你 你要不硬的话 我跳进去 那么白起一看 如果这个都被吃掉 损失还是太大 好 往外逃 靠在这呢 对黑起多多少少 有一定压力 如果直接二路加过呢 对黑起就毫无影响 这里先靠 黑起如果来硬断白起 那外边留下种种借用 白起再加 黑起当然是脱先了 挑进去 也就是说通过进攻这块白起 黑起把左边白起的空给破掉 这个 战术还是相当成功的 搬一下 打赤先手 再打赤 那么 下到这儿呢 可以说 双方 战斗还是很精彩 黑起通过威胁右边的白起 把左边白起的空破了 这种 威威救赵 这一类的战术 还是值得我们学习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他们的中盘战 把黑起打赤 完了之后呢 尖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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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黑的直接往里去破控 白起点是要点 如果这地方再被黑起跳下来 那不用说攻黑起了 白起自己的眼位成问题 所以点刺在这儿 一方面是限制黑起的眼位 同时也是给自己做眼 这刺一下 如果刺到一下 这个断就不存在 白起断 黑起冲这 否则的话 这里有个断点 对黑起来说 总是一个麻烦 刺 这时候呢 白起反刺 因为这个刺不是绝对先手 黑的贴这个 白起可以从这儿贴回来 黑起贴这个的话 白起再挡回来 不是绝对先手 所以白起反刺 而黑起呢 靠 如果直接沾的话呢 有这个 有这个肩顶的问题存在 直接顶 黑起是出不去的 黑起跑不出去 那么黑的 如果靠到一下 靠到一下再接 就解决了这个肩顶的问题 白起就封不住黑起 黑的可以挤 强风的话呢 这儿有一双打尺 这个 这个白起受不了 这双打尺太严厉了 提的话 黑起提掉之后 因为力是先手 白起不太可能 白起不太可能打进去 这个白起负担太重 我们可以看成这样 黑的这一打尺 跑的话 跑的话 不掉 这个 如果成结的话呢 白的负担也太重 所以 黑的靠一个是 可以防白起见顶的手段 如果冲 再借回来 白起就不能这么 强行把黑起给顶进去 而白起如果冲这边 冲这边的黑起断 如果吃的话 黑起还是借回来 这个打了 依然封不住 黑起 而如果白的冲这个 那么 还是会有一定问题 黑起 拐弯 甚至可以 强行挡住 我们可以看白起气非常紧 这一段 种种手段 可能白起吃不 吃不消 这个子绝对不能被吃 如果这样的话 被一打一战扑死了 走这的话 被一打借不归 所以防不住 黑起单靠 白起冲 黑起 安全接回 这样白起封不住黑起了 黑的先贴一下 白起贴这个的时候 一起接上 好 那么这样 防止了白起 强行把黑起 顶进去封杀的手段 白起 线索冲一下 一起沾上 白的长 长 长的是先手 黑起先立一下 把断点补上 既然不能顶 那么 不能顶的话呢 就只有从这儿搬 因为白起这块 也还需要处理 黑的简单说顶先手 掰的这块并没有活 所以断 冲 先手刺 白的也需要往回连 连上 如果黑起断这个的话 白起打 吃 先手 从这边 沾上就行 反倒 白起等于 把自己连上的同时 把黑起这块 对黑起这块也有压力 黑起也要小心这块自己的眼味 当然这个是必须吃的 否则被白起 一虎 黑起这块有问题 吃掉 黑起这边先处理好了 把白起左边的控全部破了 那么拜的站 尖顶一下 立 击 黑的这块需要坐眼 五顶 补上 这有一尖顶度过 黑起这就什么空都没了 所以黑起要补一手 尝一下 吃掉 破解 这个过了很多手之后 白起终于是铺结了 开结 这结如果一旦白起打赢的话 黑起这块也没活干净 所以这个结对于黑起来说 负担会更重一些 白起如果打输的话 也只不过是史莱姆棋 死干净了而已 先打吃 白起一手也解消不了 一起打吃一下 白起沾上 吃 并没有急急忙忙去提结 而是先吃 先要确保自己的眼味 吃在这 白的呢 挤一下 挤的意思呢 是实际上是威胁这块黑起 因为这有个挤断 这挤白起如果要三个子 这边一段不行 不要三个子呢 黑起就活了 而白起挤在这里 等于是连回这三颗子 这边黑起是连不上的 如果这边黑的连不上 那么白起下一步就要去杀黑起了 所以挤是意图连回这三颗子 同时呢 在这制造劫材 这断什么的 很多劫材 又威胁黑起这块大龙 黑起为了眼味 不得不补一手 下一步再挡呢 就活了 如果白起破这个眼呢 黑起在 在利用白起的断点和中腹的问题 可以在中间做出一只眼 等会我们就可以看到 白起团这个也是要点 团这个 我们可以看 如果这地方被黑起挤 这是先手 先手挤一下 黑起这块就 即使劫打输了 即使白起把劫打赢 黑起这块也是活起 而且还 还有 还有切断白起的问题 自己那块联络的问题 种种好处 而白起团在这 破黑起一个眼 给黑起多一个断点 黑起那边彻底跟这边就连不上 所以团也是非常重要的 团了这个之后呢 黑起结变重 提结 断 断 剃回去 剃回去 冲 提 铺 剃 剃接 这时候白棋打吃了一下 打吃一下呢 有点 是不是有点浪费劫财的感觉 不过白棋可能觉得打了 下面黑棋的劫越来越重 担心打这个不是劫财 反正白棋劫财也够多 能让黑棋负担重 这可能更好一些 刺 这个也必须硬 提节 刺 打吃 踢灰 冲 打 白棋劫财是非常多的 踢 横顶 白棋这里呢 一手棋是解消不掉 可以看到 一手棋解消不掉 那么 如果这个地方被黑棋霜过来的话 被黑棋霜过来 白棋要淘 要淘这块的时候 黑棋再把那个一段 这块又被卷进来 所以 白棋还是得冲这个 黑棋提 提回 白棋打吃 黑棋之后看到 如果再接着硬 如果再接着硬的话 这截 应该是打不下去了 白棋这斑打吃 都是劫财 并且呢 在杀这块的时候 白棋每一步杀黑棋的 可以说都是劫财 走一个黑棋硬 白棋提个劫 再杀一步 黑棋又得去做活 白棋又提劫 这截打 再打 是打不赢的 所以呢 在白棋打吃这个的时候 黑棋是消洁 白棋也有很大收获 把这三个字提 先说打吃一下 提掉 之后呢 顶上 好 那么这个 结针 这个 这个 结针的悬念 持续了 大概半盘的 这个结针的悬念 终于是 搞清楚了 黑棋打赢这个结 但是呢 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白棋把这三个子 吃回来 当初的弃子 又逃回来 下面呢 进入 关子阶段 中盘站 中盘站告一段落 进入关子阶段 加一个非常大 本身就是个大关子 而且呢 顺带 威胁黑棋的眼位 让黑棋去做活 搜刮黑棋 接上 这很舒服 给它断 这里呢 很简单 一虎再做 就是个眼 白棋呢 长 长是破这个眼 因为黑棋虎的话 白棋可以挤 断这个 这时候呢 虎是必须 不能粘 粘的话被黑棋断打 万一场白棋死了 虎在这 那么黑棋 就可以通过贴这个 来作业 贴之前呢 先虎一下 稍微便宜一点 之后 做活 白棋呢 收到了这个关子 并且这个 都先手收到 很愉快 之后 叫吃 冷静 叫吃 叫吃的意图呢 是它下一步准备 这样 先手冲 完了之后 团 是先手 有了这个子 我们可以看到 黑棋吃下去 就不管用 没有这个子的话 黑棋这一吃 白棋跑不掉 那么黑棋 只有一个也 下一步 如果被白棋 走成这样的话呢 黑的 没活 也就是说 杜绝了黑棋 种种的借用 一步棋走干净 看黑棋 怎么补活 黑棋呢 走在这 这白棋就不能冲了 再冲的话 黑棋一路顺下去 打到头 把白棋吃死 不能冲的话 黑棋就确保 这个眼位 加这个和这个 黑棋 必得起义 能活了 跳在这 还是瞄着 要冲你 冲完再并 要杀黑棋 那黑棋一加 护住这个眼位 冲一下 先手便宜 斑 这都是白棋的先手 便宜 之后呢 接上 因为大棺子也不多 所以白棋在这走一手 还是很有价值 并且走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来看 如果黑的 不走 白棋冲 黑棋如果这样的话呢 活当然能活 但是目数 目数亏损 如果提呢 又担心这尖顶的问题 这尖顶 这要铺结 这要冲掉黑棋的眼 这黑的就不对了 又没活干净 所以白棋收到这个目数的同时呢 瞄着这冲过来的手段 黑棋呢 冲一下 把这毛病补干净 那么白棋就 线手便宜了 长 拐吃一下 尝一个 本身就很大 黑棋虎过来 可以长好多目 尝得逼黑棋拐吃 把这个子提掉 等于两边有收获 提之前 白棋先打吃一下 然后再提 挡住 团 团一个价值也不小 将来 这个 将来黑棋如果要保护这只眼的话 白棋 弯 弯 两弯先手 打吃又是先手 黑棋 抵下 如果站在这将来 一旦被黑棋搬了 还 这地方还要补一手 立在这儿呢 确保里边不需要补齐了 从 接上 先打吃 再沾 打 一起接上吃 断一下 双方开始 小关子 收小关子 踢 踢 踢掉 踢掉是线索 这有一蛙 先手打吃 打吃一下 接上 飞点 弯在这里 斑 现在的呢 棋盘上就只剩下价值是两目左右的关子 棋 棋呢 还是很细的 棋还是很细的 这个 这个也是差不多两摩棋的样子 担 逆索一幕 细索一目 断 打 链上 踢 挤 挤 挤掉黑旗两木旗 链上也有一幕半的样子 打吃线索一幕 这都是线索一幕 链上基本上也有两木器 这个挤基本上可以看成线索 挤 接上 在这个黑旗无忧节的地方 白旗 白旗表示一定要顽强的提回去 那么仅从这一点表现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这期形式是谁好 如果白旗赢了的话 黑旗提 白的一定是沾上 但是白旗现在要奋力 一定是要奋力跟黑旗打 这个黑旗的无忧节 挤这个是 一木漆 团 顶 好了 白旗走 这个 这不行的实际上没有墓数 那么 停接 提这个 提这个意义也不大 白给黑旗多一个结材 白旗最终还是沾回去了 而黑旗呢 接住 白旗接 最后剩一个单截 提 双方又开始单截的振夺 那么 这盘旗呢 这盘旗呢 最后啊 是以黑胜告终 黑旗以微弱的优势 获得了这盘旗的胜利 那么在双方 中辅作战的时候呢 还是相当精彩 好 这盘对局就为您介绍到这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